今天9月5日星期六 打算坐Shuttle Bus回將軍澳那邊 原來發現9月1日後 在將軍澳那邊的上路車位轉了位置 這裏舊的Podcorn 2的上路車位 改了去將軍澳地鐵站巴士總站那邊 時事留心即學問 歡迎來到VIPI 豬仔 Channel 這裏最新是將軍澳地鐵站巴士總站 而是將軍澳地鐵站的上路車位置 這就是通告 9月1日後 由右手邊Podcorn 2的上路車位置 過了來將軍澳地鐵站巴士總站 其實是要穿過Podcorn 1的位置 我們來看看實際情況 由將軍澳地鐵站巴士總站 由將軍澳地鐵站巴士總站 經過保育路繞進來唐寧街 理論上去到Podcorn這兩條橋 和第二條橋轉右 進去Podcorn 2 但現在過了第一條橋 就轉走 走進來將軍澳地鐵站巴士總站 下車後 其實要過馬路 就轉過來這邊 這個Podcorn 1的商場低層入口 如果想去回地鐵站 就要向右這邊走 反過來 如果想來這邊搭Totel Bus 你可能要記住 這個低層入口附近有 例如Tosbox Twood 如果地鐵站一出來 其實B出口一出來 就要轉過去右邊 向著Tosbox那邊走 在電梯底 過了電梯 上LV1的電梯後面 就有巴士站入口 講一講 其實轉了這個新的上路位 雖然是近地鐵站 但需要過馬路 跟以前很大分別 以前不需要 而這條馬路 其實有很多巴士 我以前也走過很多巴士 小巴在這裡進來 所以其實 危險性多了很多 大家要用的時候 記得要小心一點 帶上小朋友 更加要小心 再看看大家 舊的Podcorn 2的上路位 已經改了 去張關澳地鐵站 這個公共交通 運輸交會處 到這裡了 Bushy Channel